11月26日,记者从厦门海关获悉,该官近期发现首起通过游递渠道走私宾威物种聚吸案,经滚动打击,全案共计查证蜥蟒蟒、蟒蛇、三百余只,涉案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6名为未成年人,最小的只有15岁。 该官立署邮局海关,9月3日,在对一票来自境外申报品名为礼品的邮件查验时,现场查获是无知火体蜥蜴,经鉴定为聚吸科、聚吸署、平原聚吸火体。 署并为野生动植物种、国际贸易公约、附罗二所列并为物种。 该官机事部门,立即通过大数据摸牌上线,锁定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。 接到这个信息之后,我们立即开展了研判,然后从邮报上的一些收件人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那边,我们分析了一下,发现这是一个使用假的姓名、假地址,然后通过邮递的渠道,伪装、家常、走私、珍贵动物的一个特打案件。 现全案初步查明,自2019年7月以来,为谋取利润,境外犯罪嫌疑人尼某人通过微信宠物群,结识大陆的宠物玩家,明知绿烈溪、平原聚吸等禁止买卖进口,能向境外卖家有某收购该类保护动物,并作为中间商,先后走私活体聚吸入境12批次,利用游地渠道化整为零,多批次分散运笛安徽、江苏和山西等地区, 并通过微信或宠物市场销售牟利。此外,由尼某轮销售下家蔡某,自行经相关网络平台购买走私入境的利涅溪10只,全案共查证走私、平原聚吸、利涅溪和缅甸蟒等共计318只。 青少年他们处于猎期或者是嗜好,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养一些宠物,例如利涅溪、黄金蟒、碧壳龟这些东西。 然后呢,他们后来发现说,从境外购买可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,他们自己养着宠物养着宠物,然后呢又能够赚到钱,他们感觉自己能够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,走私并为活体吸引仅一只即可入行,四只以上视为情节特别严重,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,甚至无期徒刑。 这些案件呢,主要是青少年参与其中,八名嫌疑人有六名是未成年人,其中呢有个别还是学习非常优秀的。 其实青少年关注这个野生动植物本来是个好事,但是呢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,如果参与走私、贩卖、非法饲养,就是一种犯罪行为。 据了解,平原巨蜥、绿烈蜥均是来自境外的兵威动物,走私静静的活体蜥蜴,因没有经过检验检疫,把其当作宠物饰养,将威胁人体自身健康。 海关机事警察提醒,作为家长要关注青少年的兴趣爱好,在法律方面要多一些考虑。 目前,该案查获的各种蜥蜴和蛇类,以陆续移交专业机构保管养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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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